色 色 色 我在给这个兔爷上色呢 你看 我还准备了很多种颜色的颜料 诶 这个字就是色 色可以指颜色 我们可以把汉字色的上面 想象成一只毛笔在画画 这里像很多种颜料 这里像蓝色的颜料被挤出来了 一只毛笔在站着颜料画画 这就是汉字色 嗯 好了 我要继续给我的兔爷上色了 登登 我把兔爷涂成彩色的了 彩色就是指一个东西有很多种颜色 你看 这本绘本就是彩色的哦 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画面也是彩色的 以前的人们看到的电视画面是黑白的 没有那么多种颜色哦 诶 诶 我的手上被颜料弄脏了 我要去把它洗掉 诶 这是待会儿做饭要用的大米 你看 大米是白色的 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都是白色的哦 牛奶也是白色的 雪花也是白色的 今天我们学习了汉字色 色可以组成词语 彩色 白色 我想到了 我的兔爷泥素上 还有一块白色没有涂颜色呢 我要去把它涂成彩色的